从后年起 托儿所将改为五天工作制 不再强制业者必须在星期六提供服务 幼儿培育署表示 这么做是为了改善工作环境 以吸引更多幼教工作者加入 记者蔡可汗报道 幼儿培育署发文告表示 从明年1月起 托儿所可视情况逐步推行五天工作制 明年新开设的托儿所也不必在星期六提供服务 幼儿培育署过去十个月 咨询家长与学前教育工作者 有98%的家庭说不需要星期六的托儿服务 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 我们也能够和家人一起安排多一点家庭活动 也能给我们一点时间去办自己私人的事务 比如去银行 我是觉得这是对老师的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而且很多老师如果能够在空档的时间做一些阅读 去想一想自己要怎么去把工作做得更好 相信这会提高其实学前教育的一些质量 其实星期六现在家长都比较少把小孩送进来 比如说可能在一个月可能就一次 有一个一位小孩会进来学校 然后大概有20个老师会照顾一个小孩 幼儿培育署表示 明年1月1号起托儿所便能自行决定 是否在星期六营业 或是整合需求旨在指定的分行营业 这能在新措施正式生效之前 让小部分受影响的家庭有时间安排其他的托儿服务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 为2025年学前教育行业转型蓝图主持推介 在最新蓝图下 幼儿培育署将与学前业者与教育工作者合作 开发优质和创新的学前教育服务 并推动行业数码化 让幼教老师成为具吸引力的职业 提供的质